我们因为属于80号嘛 然后看着动画片长大 所以说对这个还是比较显 像《边缘金刚》一些机甲类的这种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从小开始做 一直大概持续了有十多年时间 随着咱们这个文化自信 中国自信越来越强 然后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主要是 做更多的属于中国元素的一些作品